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听财经早报 我是童心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二 周二美股盘前三大股指期货小幅上涨 早上8点半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4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升2.2% 环比上涨了0.5% 高于市场预期的0.3%的涨幅 美国4月核心PPI同比上涨2.4% 高于预期的2.3% 环比上涨了0.5%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0.2%的涨幅 通胀数据公布之后 美元指数短线拉升大约30个点 报105.2 美股期货走低 美股三大股指期货转跌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线拉升 报4.52% 美国4月PPI上涨幅度超过市场预期 表明通胀压率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缓解 互换市场信息显示 已经下调了年内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随着美元指数上涨 赞亚人民币对美元周二下跌 延续了本月以来的下跌趋势 赞亚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7.2377元 较前一日官方收盘价下跌了30个点 利亚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7.2450元 下跌了0.07% 人民币对美元中金价报7.1053元 下调了23个基点 随着中共央行在本周五发行超长期特别过债 降息降准是否会跟上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在看各股和企业消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毕和毕托表示 他对英美资源集团再次提出收购邀约 报价较一个月前提高了15%到340亿英镑 但依旧遭到英美资源的拒绝 毕和毕托经购英美资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后者在南美的铜矿资源 在拒绝了毕和毕托的甜蜜收购邀约之后 英美资源股价下跌超过2% 数字新闻媒体BuzzFeed的周一晚些时候公布了季度亏损报告 收入下降了18% 该公司股价盘前下跌超过12% 周一 民营股卷土重来 GameStop股价大涨85% GameStop股价上涨了大约85% AMC涨幅超过75% 周二盘前 两只股票价格涨幅都在100%上下 家居用品零售商加德宝在周二盘前公布的季度收益好于预期 但销售额低于市场预期 公司继续支持其2024年的业绩指引 中资电商集团阿里巴巴上个季度利润下滑 尽管收入有所增长 其每股价格在盘前下跌超过5% 下面有雨鸣给大家带来各地财经简讯 观众朋友们 杂上好 我是雨鸣 一起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据美联社报道 5月14日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 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严厉的新关税税率 白宫表示 有必要提高关税 以保护美国工业免受不公平竞争 从今年起 拜登政府将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4倍关税 从25%提高到100% 中国太阳能电池的进口税将翻一番 从25%提高到50% 对部分中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将增加3倍以上 从目前的7.5%提高到25% 拜登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离子电池 和用于其他用途的锂电池的关税税率提高两倍多 从2025年开始 进口中国半导体的关税将从25%升月至50% 这些关税将在未来三年内分阶段实施 其中2024年生效的关税将涵盖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 注射器 针头 钢铁和铝等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正在裁减数百个公司职位 并要求多数远距办公员工返回办公室 知情人士表示 该公司位于达拉斯 亚特兰大和多伦多小型办公室的员工 被要求搬到其他核心枢纽工作 如位于阿肯色州 本顿维的公司总部 以及新泽西州 霍伯肯或南加州 沃尔玛仍将允许员工部分时间远去工作 但大部分时间需要在办公室 报道指 沃尔玛旗下拥有160万名美国员工 其中有多数人力在实体门市和仓库 美国总部员工则达数万人 该公司正在减少分散在全美各地的小型办事处数量 去年关闭三个技术办公室 并要求部分员工搬亲回总部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正在起诉美国交通部 控告其最近推出的要求航空公司预先披露附加费用的规定 路透社报道 该媒体所看到的起诉书副本显示 5月10日晚些时候 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 联合航空 捷兰航空 夏威夷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 共同向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了这项诉讼 此前 美国交通部于上个月发布了最终规定 要求航空公司和机票代理商在公布机票价格的同时 也要披露服务费用 称 这将帮助消费者避免那些不必要或意想不到的费用 美国航空协会在5月13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交通部的新规会让消费者感到困惑 并且交通部试图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 监管私营企业运营的做法超出了齐权限 一向走稳健路线的亚居乐也陷入了债务危机 中国高端房地产开发商亚居乐集团14日突发公告 由于公司面临流动性压力 尚未支付13日到期的债券票息 首次出现美元债券违约 持续出现的违约事件 凸显了中国房地产危机挥之不去的困境 亚居乐在文件中表示 截至2024年5月13日的宽限期内 公司尚未支付2025年到期的6.05%美元债券利息 并坦言 公司预计将无力支付境外债务下所有付款义务 在此公告中 亚居乐还披露了今年以来的经营情况 截至2024年4月30日指的4个月 其预售总值为65.5亿元 较2023年和2022年同比分别下降了 68%和73.9% 每月消息传出后 亚居乐在香港交易的股票应声重挫 盘中大跌15% 最低来到0.58港元 尽管最近北京支持房地产的政策措施 带动短期内建商股票债券的上涨 亚居乐爆雷再度加剧了中国开发商的违约情况 《华尔街日报》对合规专业人士的调查显示 过去一年 企业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增多 调查还涉及了企业合规人士 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等地缘政治问题 和AI应用对工作的影响 90%的受访公司表示 网络安全风险上升 其中近一半公司称 风险大幅上升 收入在5000万至10亿美元之间的中型企业 几乎都表示 该受到网络威胁增加 在调查的合规专业人士中 78%的人表示 关注的其他主要领域包括监管审查和执法 71%的人表示 关注业务数字化 近月来 极其备受瞩目的骇客攻击事件 以及监管变化 令企业面临的风险加大 美国政府还加大对企业的施压力度 要求他们更及时地通报网络入侵事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看事 格尔基耶娃表示 人工智能AI正像海啸一样 冲击全球劳动力市场 路透社报道 格尔基耶娃在一场活动中表示 未来两年 AI可能会影响发达经济体 60%的工作岗位 和全球40%的工作岗位 几乎没有时间让人做好准备 让企业做好准备 格尔基耶娃指出 如果管理得当 AI可以提高生产力 但它也可能带来更多的错误讯息 同时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他称 近年来 全球经济变得更容易受到冲击 并且预计会有更多的冲击 特别是由于气候危机造成的冲击 但全球经济仍具明显的韧性 没有陷入全球性衰退 给各地带来打击的通胀 几乎都在下降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早报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